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楼市事件 我是今集主持Florence 我们很高兴继续请来施生为我们分析楼价走势及市况 早晨施生 早晨 我们最新的一期中原城市凌占指数CCL就收报175.56 按周上升了0.08% 施生你认为这个数字对于后市有什么的启示 以及楼价会否继续反反复复 一个星期的上落 其实是不可以作为以后的趋势 我们看过去差不多三个月时间 今年开始以来 虽然疫情年初已隐隐约出现 楼价很明显没有因为疫情急剧地拆水 它是上下下下 当疫情好像控制住了 它就上升了一些 第二波回流人士 令到确诊人数每天又增加了 它又回落了一些 但是很明显没有拆水 最近这次 其实我们公布数字 都是两个星期之前的数字 还没有反映 最近一些出外留学的人 逐步回来 引起确诊人数 由几个人一下子增加到几十人 最近市场的担忧情绪是增加的 楼价价也有一些回落 但是也不同 股市那些 一点点 二十多 三十个百分比 香港的楼价始终有一定的支持力 因为它有用家的需求 现在买房子 我听前线的人说 基本上都是买来住的 它实际需要住 也找不到其他地方住 租租 现在虽然回落了一些 但相对比利息 其实现在利息跌了很多 它觉得供楼未必输蝕过租楼 所以需求依然存在 所以我不看到楼价会出现恐惧性抛售 因为疫情已经出现了这么久 它不是说明天公布新消息会有刺激 所以我认为趋势可能是 不断调整 调整向下的机会多 因为这些都不是好消息 但它不是拆水式下跌 明白 近期联储局宣布了 启动无限QE去救市 过往联储局三次推行量化宽松 都对我们成功带入了资金流入市场 亦对香港的楼市 都间接刺激了 升了两至三成左右 其实在中长期来说 对楼价的确是一个提振作用 但我们看看今次的情况 就是现在经济不景 失业率上升 以及短期内好像似乎欠缺反弹的动力 施生你认为今次的QE 可否再组楼市神话 如果看以前 QE前通常发生一些对经济很不利的事情 上一次QE是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的时候 股价又拆水 所以楼价都拆得比现在更快 所以它已经回落了 它就有上升的空间 因为它跌突了 这次楼价没有跌突 我刚才说楼价是缓缓地下跌 而且因着疫情的转变 它有时都会反弹一些 所以它没有偏低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认为这次不可能 QE之后就升很多 另外就是这次QE 其实已经QE了很久 都没有收过水 本来就要QT Quantitative Tightening 就是要收回 将以前买入的债购买出去 即是吸收市场的资金 吸收到没多吸就停了 本来就是联储局要加息 为什么要加留一些位置 现在可以选择 特朗普两奥 他两奥 他就不敢加息 还选择了 选择到现在 两次选择都接近零 下次怎么选择 所以他不是说 无限就行 例如选择 选择就似乎 没有什么都无限 选择了之后 如果负利率 哪个存钱 另外 你这么多钱出去 是否留得日实看经济 外面都已经浅很多 外面的钱多 就是造成之前 很多人做孖展 买债券又做孖展 买楼收租又做孖展 当经济不好 一召喚孖展 连债券都跌了 现在虽然无限QE QE能解决的是 等公司借到钱 不用倒閉 但解决不了 经济停摆 封关锁角 飞机都不能飞 你叫航空公司给钱 他不能死 但生意不会出来 所以QE之下 有些公司苟然残喘 但整个经济不会好 GDP一路下跌 失业人数一路上升 你的经济 不会因此好 最多你钱多 资产市场被你支持 股价、楼价、金价 那些钱多 怎样都会升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些叫做 打翻之强 伸赞 让一些旅顾论 你享受 包你很兴奋 好 我们也知道 本港疫情加剧 确诊数字不断上升 现在大大小小的商业活动 已经停顿了 未来更多公司会倒闭 破产 失业数字会不断攀升 其实楼市也会继续受压 施生 你预计最坏的情况 会如何 以及作为香港人 应该如何自救 刚才我说过 为了避免疫情擴散 现在全世界都在行的一个主要手段 就是 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你有接触才可以擴散 但不让人与人之间有接触 生意很难展开 生意要谈判 要讨价还价 要开会 各方面都无法做 譬如我们现在 Home Office 一人回一半 减少公司 公司的生产力下降 AB Team 一人回一半 搞得不好 我们公司积累 有些公司说 你回半 那半不要出粮 只有半薪 你如何维持生活 所以我预计 经济水平会下降 但对房子影响不算大 因为香港房子不是 靠日日上班赚钱的人 一定要有积累 要么是靠父母的积累 要么不是靠打工 才有机会买房子 所以他不是说 其他商品 例如米 要全香港人买 要看全香港人的购买力 他现在卖给一小撮 收入很高的人 他也不是靠 今天上班赚钱来买房子 他是教以前积累 积累的钱 现在都蒸发了一些 但也因为资产蒸发了 他们想把钱 放入蒸发得更慢的资产 现在环顾很多资产 股票、楼市、金市、债市 哪方面抗疫能力最强 人们发现是房子 所以房子属于选择 选择之后 发现都是回家 反正都要住 所以现在 专门投资的人 未必很多 但順便要住 那些钱 不如放在房子上 所以房子 我认为还是跌得相对慢 只要经济略有少少起息 我自己觉得香港 在防疫方面 算做得不错 虽然政府惹来很多批评 你只是看 在确诊增加人数 扩散的速度 我们算是 可以存在相对可控的范围 出事的人 很多人都追溯到 他们是什么原因 就可以限制和他们 有紧密接触的人 便没有外面扩散得很快 起码增加曲线 不是轻易超过 香港医院的负担能力 一旦超过医院的负担能力 便麻烦了 去医院 想入院 没有 想测试也没有 很重症 都没得意 重症的 都叫他们回家 扩散 重症的扩散 那些轻微 整个市场气氛 不是现在 现在只不过是 生意难做 面对失业 那时是面对死亡恐惧 所以香港我认为 算是控制得好 只要外来那批人 高峰期过了之后 我估计这两星期 不增加太多 会陆续又少回 所以我对香港的情况 仍是相对乐观的 可能对一班 一直都想入市的一班准卖家 现在会否还有一个 合适的时机 让他们入市 这次没有SARS 跌得太多 SARS 之前亚洲金融风暴 已经拆了一下 禽流感又拆了一下 所以到SARS 其实已经跌了很多 所以人们说 如果SARS再来 我就卖楼 现在SARS 都是雷SARS 都是冠状病毒 但是 再来 他们说 我真是想买 没有跌到 跌得太少 所以这次未必会出现 淘大几十万一间都有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 你说是否一个 很好的日市时机 因为全球疫情未曾受控 不明确因素是存在的 尤其是 现在已经全球化的情况下 香港自己疫情控制得住 世界各地做得不好的话 我们的经济 很向外形的经济 你外面不电 我们也不电 所以经济 未必好快就好快 你说 日市想赚一些 我也不建议 但如果你说 连你都要租房 住是要 无论什么情况下 你都要解决 你计算那条数 供楼比租楼便宜 为什么不供呢 供楼下层楼变成自己 租下一生都要租 所以 我自己觉得 有些人有职促的收入 还算稳定 他可以考虑 当然 你会说 我份工都危险 这个时候 除非你一炮 全都给 否则都不适宜 增加自己的财务负担 今集多谢施三位 继续分析 楼价走势和市况 下集再见